各位晚安大家欢迎收看许多来 我是老徐 来 咱们接着说 当然首先的话呢 我还是先说几句这个打赏码 就是在这个屏幕这个地方就打赏码 昨天呢就有网友问 他说这个怎么来打赏 其实这个打赏码的话呢 其实就是这个微信的这个收款码一样了 微信扫一扫就完了 WeChat扫一扫就完了 那有人说没有微信呢 没有微信你就接着看节目不就完了吗 这个东西 这个这个还用问吗 本身其实这个我我昨天就说了 也不是这个好像这个我我主要的一个目的 或怎么样呢 大家反正如果如果这个觉得我节目做得好 想支持一下的话呢 很欢迎啊 如果说这个就接着看节目 我也我也是这个一样欢迎啊 但是我也不愿意啊 好像像这个因为也有网友建议我 对吧 他说这个微信你贴一个支付宝你贴一个 什么paypal贴一个 那我说我变成sasha了 没有这个必要 搞的整个的这个东西就跟那个好像卖水果的一样啊 没有必要 好吧 反正大家就就明白这个意思就行了啊 如果你有wechat账号的话 觉得这个节目做的还比较喜欢看了 可以扫一扫啊 这无所谓 但是支持过我的那些朋友啊 我这个表示感谢啊 因为这个是就是对于这个up主本身的这个节目内容的一种肯定吧 咱们接着来聊啊 这个刚才这上半集的话呢 是说了其他几个国家啊 唯独美国没谈 对吧 那么下半集的话呢 我来聊聊美国啊 因为我看到整个网上目前整个好像大家好像是对于普京的这个行为啊 交口称赞啊 赞不绝口 好像觉得拜登啊 这把啊 输的输的老老家都不认识了 对 但是也不对 为什么呢 拜登是输了 但是美国输了吗 美国没输啊 你别忘了 这个事情完全发生在欧洲啊 打和不打 美国这个叫什么 叫无本万利 他在这个事情里面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损失的 他损失在哪 面子是没了 但是如果真的这个东西 咱们先说啊 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有没有 不能说没有 我说的是全面的那种战争啊 像那种小打小闹 对吧 开个几枪 然后三五天以后的话整个就平息了 这种这种就不算啊 这个是大概率 因为你照这个乌克兰自己的这个军事实力 包括说欧洲 所有那些国家啊 北约 谁敢跟俄罗斯 真的实打实的掰个手腕 给我看看 谁敢呢 没人敢 对吧 没有一个人敢的 所以说不可能爆发全面的这个战争冲突啊 断然断然不可能 所以因为我也看到有网友说啊 如果这个把俄罗斯拖入这个长久的战争 不可能的 你看看现在是什么时期 新冠疫情的时期啊 谁有钱打这个仗呀 自己国内这个说说句实话 老百姓吃饭都是个问题呢 谁有钱打这个仗呀 谁不想对吧 意思意思得了 国内该干嘛干嘛 自己回家好好好搞经济吧 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了 那么咱们就说如果没有这个战争的可能性 不好意思啊 好咱们接着说 没有战争可能性的话呢 其实美国在里面啊 还是达到了他的目的 因为我在上周的那期节目里面 其实就说了 美国其实不停炒作 包括英国啊 不停炒作这个战争的这个潜在的这个威胁啊 最大的一个原因还是在于说啊 他们这个罪温罪温之意不在酒 不是在于说啊 要把俄罗斯好像拖到这战争里面啊 如何如何让他这个经济受困 他让他经济受困直接制裁他就完了 你像这个美国最早说出 说出这个经济制裁 去年年底吧 对吧 包括说后来每一次出现 在这公众场合都说了这句话 为什么呀 大家有没有去想过 为什么 为什么他反复的要说的是经济制裁 原因很多 对吧 最当然最最明显的有几个原因 我相信一直看我频道的网友 肯定就想得到了 对吧 比如说这个 打仗的话要死人 不可能就是把这个阿富汗发生的事情 然后再发生一遍嘛 而且他已经说了嘛 对吧 要集中所有的火力对付中国 所以说呢 他不会啊 再把自己卷入到另外一场 这个不必要的战争 更不要说啊 你面对的是俄罗斯啊 你不是像像你在这个阿富汗地区 你你整个面对的 说句实话全是一些啊 都是一些不入流的国家 什么这个阿富汗啊 什么伊拉克啊 叙利亚啊 俄罗斯国家跟大国跟大国之间是不可能的 一定是冷静加冷静 所以美国是断然是不可能出手的啊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 也给我们这个解放台湾啊 会有一个参考性啊 你就知道美国关键时候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货色啊 但是呢 它的这个目的啊 我刚才就说了 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经济制裁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美国国内啊 它整个目前最糟糕的一件事情 叫做通膨 7%左右 对吧 我刚才就说了 这个东西的话呢 其实它今年不断的在宣传的就是加息 加息 你要知道啊 这个东西是有代价的 因为你缺乏这个必要的 其他的一些实体的支撑 你最终会导致什么 会导致你的这个 最终来说你的这个资本市场 一定会被打击到 资本市场是谁啊 就是华尔街 华尔街是谁啊 华尔街就是美国的半壁江山啊 不是说他GDP的半壁江山 实体 什么什么保险公司 什么什么投行 什么大量的那些政府的那些职能部门 他们的那些那些这个固定的那些份 买的都是什么 买的都是华尔街的那些这个金融工具啊 华尔街崩了 美国就真的崩了 他的逻辑是这样的 知道吗 所以说 可以做任何的一切的事情 但是必须要保住华尔街 这个是他的底层逻辑啊 但是问题是你要加息 一定会影响到华尔街吗 所以说加息这个事情呢 也不可能是一个长久性的 他只可能是象征性的撒一撒胡椒面 那么最好呢 其实他希望发生的是什么呢 最好的他希望发生的 就是能够有一个外来的一个作用 让这个钱啊 自然的集中到他国家来 比如说战争 或者说啊 他渲染出来的就好像是 要发生的一场战争一样的东西 你看目前来说 乌克兰前100有钱的人 我看到的新闻 95个人已经跑掉了 这个国家已经大量的 就剩下的全是一些这个 普通老百姓了 有钱人都走掉了 有钱人必须要到安全的地方去啊 有些当然去了俄罗斯 但是都去俄罗斯吗 当然会有去美国的了 你想想着道理你就知道了吗 这个国家的总统 都是美国人安排的 更不要说这国家有钱人了 当然会去美国了 他希望的是大量的那些资本 集中到他自己国家来 就跟那个当年发动 科索沃战争的逻辑是一样的吗 科索沃战争怎么起来的 就是当年这个石油要用欧元结算了吗 要用欧元结算了 他科索沃战争就来了吗 然后就北约东扩就开始了吗 最终结果是欧元被打下来了 原来是1.2比1和美元的比例被打到0.8比1 对吧 维持了他美元的这个石油霸权 维持这个霸权以后的话 美国这个游戏就玩到今天嘛 一模一样的 其实你看今天背后的逻辑还是一样 他不停的在渲染这个战争的威胁性 一个他 一个是Boris Johnson 撇除自己各自国内 咱们讲难听一点 一屁股烂事 这个咱们先不去不去说 当然也是目的之一 但归根结底的逻辑 他在里面是没有任何的危险性的 没有成本 这个叫什么 叫五本万利 美国也不在欧洲 英国也不在欧盟里面 他是独立于欧盟以外 他也不是欧元 他是英镑啊 现在 你欧元跌下来的话 他当然是得利啊 对吧 如果美国没有这个外力的话 我就告诉你啊 他照着原来原计划加息啊 马上发生了一个事情 他对欧元 他就亏了 美元对欧元就亏了 这个亏 你从其他国家来说还好 你从美国来说 他是非常非常非常不愿意看到的 刚才底层逻辑我就说了 因为美国的底层逻辑 三个字 华尔街 只要资本的市场受到打击 华尔街受到打击 美国经济就真的完了 所以他说一千到一万 编一万个谎言 原一万个谎言 对吧 最终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稳住华尔街 所以他必须想一些其他办法 而且你看啊 这个 他他加了西以后啊 照着他正常的这个叫出来的口号 他加了西以后啊 为了一直通膨啊 未必真的能一直通膨 因为我已经说了 他现在这个通膨 或者叫通胀 不是因为他的量化宽松 带出来的 这个东西是供应链的问题 就是供应链的问题 未必对你的这个通膨 有多大的作用 不信咱们就看着 对吧 第三句话 就我刚才说的 你加西 可能说你华尔街会受影响 对吧 资本会受打击 不加西呢 不加西 那你整个国内日子 就更没法过了 所以说他最希望的 最廉价的 最简单的 或者说难听一点 最流氓的一个办法 就是希望通过一个外力 把钱吸引过来 所以他为什么 不停的炒作这个战争啊 炒作北约东扩 炒作这个战争啊 背后的逻辑就在这 希望钱能进来 钱自然进来以后 引起的是什么 自然的升息 他对欧元啊 就不会亏了 甚至还会还会隐语 战争一打的话 欧元是一定往下走 没有这个战争 他一加西 美元亏 欧元 但是一有战争的话 这个逻辑就反过来了 懂了吗 所以说这个里面 最主要最主要的原因 就在这儿 当然还有两个附带的 第一个 就是我在之前 就不是上周了 就在之前的节目 我说过啊 美国其实目前 他一直在卖一个东西啊 一直想让自己 这个一只脚啊 能够踩的深一点 叫做液化天然气 因为你像去年那个 这个气候大会嘛 COP26 里面都说了嘛 对吧 最终的这个方向 要向绿色能源去转 虽然只有中国说了 这个时间表 2030碳达分 2060碳中和 其他国家的话呢 说了跟没说一样啊 但是你总的大的方向 你是要朝着那个 绿色能源走的 传统能源是便宜 对吧 你像美国目前 整个的这个石油的价格 调的很高啊 故意炒的很高 100多块啊 100 120啊 一桶啊 他的液研油成本 我以前就说了 35块钱一桶 35块以上 他其实有赚的 为什么压那么高啊 让你们都往天然气去转啊 天然气呢 这个今年被俄罗斯 去年 不是今年 去年被俄罗斯 炒的是非常非常的贵 但是最终来说 天然气一定啊 是一个一个大的趋势啊 因为他基本上来说 他燃烧以后就是热能嘛 和水 所以还是一个 比较环保的一个能源啊 在直接从那个传统能源 向绿色能源 过渡的这个阶段 你肯定要依靠 大量的就是天然气 所以天然气之争 也是美国看到的 这个机会之一 他只要炒作这个战争啊 就是会让这个 北溪二号 做不了 那么他在里面的话呢 就能够伸一只脚了 这个也是他的目的之一 当然更不要说啊 不停的宣传俄罗斯的威胁 甚至把这个战争啊 坐实了 你就知道了吧 你看我一直说他会这个侵略欧洲吧 你看他真的侵略欧洲了吧 他的北约的正当性就维护下来了 所以说美国在里面不要有人觉得说 哎呀美国你看拜登脸都丢到老老家了 这次彻底玩线了 拜登是玩线了 但是美国没输啊 美国在里面不但没输 最大的赢家就是美国 俄罗斯 他只是 无意中啊 在这个游戏的玩家里面啊 就像这个下棋下棋对吧 哎原来原来你们你你这步棋 其实其实没有这步棋的 但是因为对方有一个失误啊 你抓住这个机会 拿下了那么中间的一层 最终来说 比如说吧你要和一个国家啊 你要下十盘 十盘棋下完赢的最多的那个才是赢家 那个赢家一定是美国 因为这个这个事情 打也好不打也好 他最终都会经济来制裁 经济制裁俄罗斯 只要发动经济制裁俄罗斯 欧元一定一定跌 俄罗斯的经济一定往下走 美国的目的一定会达到 当然拜登会很难看 因为你美国的江湖地位没了 一大帮的人看着你 对吧 欧洲会很疼 最疼的那个人叫什么 叫肖尔茨 他是最疼的人 因为有一半的钱是德国出的 那几个公司可能会面临的 一定程度的违约责任的 你说战争是不是属于这个不可抗力呢 对啊 但是那个到底是不是战争呢 对吧 他搞得最后没打 怎么办呢 对吧 这个也有可能的 没有战争 有人说是因为美国的制裁怎么 美国制裁你最后就执行不了了 那以后谁和你做生意 那不得考虑考虑啊 美国如果再看不惯你 顾忌重演 那我到时候的话和你合作到一半 那最后交付不了不又是损失吗 所以肖尔茨是最疼的那个人 马克龙也很疼啊 因为他今年是如果照着正常的这个节奏来讲的话 他今年搞定国内的大选对吧 他是欧盟的轮值主席 应该他轮到他在舞台上啊 对吧 这个表演的机会到了 带领欧洲对吧 跟中国把这个中国投资协定签下来 整个经济一把拉上去 但是你要战争一打的话 那今年整个欧洲的经济就完了 他也没什么表现机会了 更不要说要向这个美国人报仇了 所以说欧洲一定是最大的输家 没有赢家 欧洲没有赢家 俄罗斯当然他在里面看到一个机会 不断的这个北约东扩 就知道你美国不敢真的把身家压上来 我就压上来 我一把解决我的战略安全的问题 重塑我的缓冲区 但是呢他有损失 被12号延后了 而且当你在进入这个天然气市场的时候 美国在里面很可能啊 又变成一个搅局的这个搅屎棍的这样的角色 所以最终呢 这个当然目前来说的话啊 这个整个的这个战争啊 还没有开开打 后面还充满了变数 但仅仅是从目前的这个 露出的一些这个蛛丝马迹的迹象啊 我个人的一个这个 不成熟的潜见啊 大概就是刚才以上的那些分享 我呢真的觉得这个这个乌冬的局势啊 最终最终的赢家还是美国 拜登是输家 但是美国是赢家 俄罗斯总体上 他的这个战略安全的这个重塑缓冲区的这个得到的这个结果啊 要大于他在经济上的损失 而且北溪二号迟早也是要开的 所以说俄罗斯呢 我觉得也可以接受 最后来说几句中国啊 中国呢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啊 还是那句话 何为贵啊 稳定压倒一切啊 所以你看那个张军 昨天在那个联合馆里会发言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嘛 呼吁谈判 保持冷静 保持克制 希望沟通 妥善解决啊 就就这样的这个态度 大家都懂了 最终来说的话 我相信这个事情闹不起来 因为就像一个这个小学生和一个拳击冠军 不成正比啊 不成正比啊 所以说不用担心 最后会演变成全面战争 我觉得不可能的 而且中国一定要让这个东西稳 对吧 只有在整个的这个欧洲稳定的情况下面 才有可能什么中国投资协定啊 对吧 包括说你你要跟这个 你要跟欧盟里面其他一些国家要深化 你这个被卡脖子的一些技术 你要解套啊 这个才有可能啊 如果有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在发生战争的话 而且又是 又是离中国其实也挺近的 对吧 也不是那么远啊 所以说当然我们是不希望的啊 一定要稳定 一定要稳定 最终啊 一带一路要走到欧洲去的 你像那个之前的话 中欧半裂 对吧 都走到那个德国汉堡啊 什么的 最终来说 如果你德国对吧 你你你整个因为这个事情 事情以后 你的经济也往下走 其他的这个欧洲的国家 等于又被这个美国啊 往后面又瞪了一把啊 所以说这个其实最终来说的话呢 其实欧洲是最大的输家啊 但是我相信我都能看清楚的事情 欧洲的那些玩政治的人都看得清楚 所以说我相信啊 表面上应付美国的事情可能还是要应付 但是深层次的各自利益出发考虑的啊 一定是不会有人真的愿意去做那个美国的马前卒 一定啊 会把这个事情 以最小的代价 就让他要收尾 但是随之而来的那个经济制裁呢 我觉得是免不了了 好吧 那咱们再往后再看看吧 我估计这个事情可能这个最大的变数啊 还是马克龙啊 还是在马克龙 最最后的话呢 还是要回到这个诺曼底模式 就是德因法 不是德因法美 四个国家最后要把这个新的明斯克协议要谈妥 原来的老明斯克的话呢 因为他最早其实就是强调了一点 就是两个这个卢干斯克 顿尼斯克两个地区要维持自治 现在呢已经宣布成国家了 其实已经破坏了嘛 但这个基本的这个精神还在啊 双方这个不是双方 就是四方的话呢 最后还是要把这个明斯克协议作为一个谈判的基础 要把这个条款要谈妥 你该制裁你要制裁什么 这是后话了 但是先要解决眼前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德国跟法国在里面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靠着拜登身边的那帮人 对吧 靠着这个乌克兰自己 这个事情就这样了啊 好吧 那么咱们再看看吧 那么这期节目和大家就聊到这儿 还是欢迎大家这个订阅收看我频道 并在下方告诉我您想法 好 谢谢